作者杨将 中国著名作家 翻译家 代表作《我们仨》 走到人生边上 洗澡 干校六计 一我于中书 我第一次合中 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 他深度轻步大挂 戴衣服老式眼镜 眉宇尖卫然而身秀 见面时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没有订婚 而我则紧张地回答 我也没有男朋友 乌世便开始同恋往来 越雪越勤 一天一风 一至乌他放假 就回家了 我难受了好多时 冷静下来 觉得不好 这是I'm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 我给中书记了一封信 不巧被吉父 钱吉伯老先生看到了 老先生招呼也不打 就擅自拆略 后来中书跟我说 老先生看到信后 对我大家赞赏 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 现在无良人快乐无用 需两家父亲兄弟 皆大欢喜 无良人之快乐买车 始终不受障碍 老先生边看边挫 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 老钱获工被留学资格 那时我还没有毕业 但是考虑到老钱 从小生活忧郁 被骄养惯了 除了读书之外 其他生活琐事 一概不关心 尤其是不善无生活自理 处处得有人照顾 我就下定决心 跟他玩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 做家债过最理想的婚姻 我见到他之前 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他几十年 从未后会娶他 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他念给中书听 他当即回说 我和他一样 我说我演一样 二我的丈夫 钱中书中书长字 他着手蹦脚 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 分不清左脚右脚 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 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 他是怎样的笨 怎样的捉 1972年的早春 我门从干校回北京不久 北京开始用煤气罐 代替蜂窝 没早起 中书照常 端上早饭 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 瓦面的色 我称赞 他能蒸年糕 他也不说什么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 我吃住吃住 忽然诧异说 追给你点个火呀 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 他早上打开火门 炉子就忘了这一次不是 中书等住我呢 他得意说 我会划火柴了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划火柴 为的是做早饭 有为外国学者读了中书的 微诚后赞叹不已 大电话说要见他 中书在电话里说 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 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座很聪明的猫 中书说他有灵性 特别宝贝 猫儿长大了 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 中书特别长足 干一只 已在门口 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 就急忙从热 被窝里出来 拿了竹竿干干出去 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锋打架的情敌之一 是金林林归因了宝贝猫 他称为他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我常怕中书为猫 而伤了两家和气 因用他自己的话说 打狗要看主人面 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猫的第一句 他笑说 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 我怀上孩子了 中书尊尊嘱咐我 我不要儿子 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我对屋像我并不满意 我要一个像中书的女儿 女儿又像中书 不知是何模样 很被想象 我们的女儿确实像中书 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 中书只一个人过日子 每天到产院探望 长苦猪脸说 我做坏事了 他打翻了墨水瓶 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我说不要紧 我会洗墨水啊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 然后他又做坏事了 把台灯砸了 我问明是怎样的灯 我说不要紧 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下一次 他又满面愁虑 说是把门轴弄坏了 门轴两头的门球 脱落了一个 门不能关了 我说不要紧 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直言 对我说的不要紧 深信不疑 我住产院时 他做的种种坏事 我回狱后 真的全都修好 中书交了汽车 接新女出院 回到寓所 他多了鸡汤 还包了碧绿的嫩残豆瓣 煮在汤里 盛在碗里 端给我吃 前家的人 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关 能这般呲后产妇 不知该多么惊奇 参我门仨中书 曾逗阿怨完 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 就是他 阿怨信以为真 却也并不计较 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 有个女孩子 穿一件紫红毛衣 中书告诉阿怨 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 也就是他 阿怨大上心事 怕爸爸冤枉他 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 中书就把稿子 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 一个葬一个找 成了朱尼藏式的游戏 后来 连我都不知道 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 中书都在阿怨 被窝里埋至地雷 埋得一层 深入一层 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 镜子刷子 甚至 M牌或大把的毛笔 都埋进去 等女儿惊叫 他就得意大乐 女儿临睡 必定小心搜查一遍 把背里的东西一一取出 中书 恨不得把扫手 奔机都塞入女儿被窝 或许一遭意外的胜利 这种玩意 女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 可是中书百万不厌 中书曾经很认真的跟我说 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 说不定比阿怨好 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 那我们怎么对得起 阿怨呢 踢操一对父母 生一个孩子的理论 还从未想到父母为了用情 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 中书五睡 我临贴 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 便睡住了 他醒来见我睡了 就保教浓墨 想给我画个花脸 可是 他刚落底 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 洗净莫痕 脸皮像只一样快洗破了 以后 他不再恶作剧 只给我画了一图笑项 上面在天上眼睛和胡子 聊已过瘾 回国后 他暑假回上海 大热天女儿熟睡 女儿还是娃娃呢 他在他肚子上画一个大脸 爱他母亲一顿训斥 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加带住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 今年才有了一 个可以安顿的居住 但老病相催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已走到尽头了 1997年阿苑去世 1998年 岁为中枢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世间好 五不接老 彩云亦散流离粹 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的看到 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 只是旅途上了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四 独留人士兼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 开始迷恋读书的 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肯 慢慢的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 一次父亲问我 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 你怎么样 我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 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一树 我双手考住 生命之火取卵 我伪了 我也准备走了 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 懒得的诗句 中枢并中 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 照顾人男不如女 我尽力保养自己 征求不再宣 期待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中枢走时 一眼为何好 我不照他耳边说 你放心 有我那媒体说我内心 沉稳和强大 其实中枢逃走了 我也想逃走 但是逃到哪里去呢 我压根而不能逃 得留在人世间 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唐吉赫德 一搞历经文革的摧残 被没收丢弃在被纸堆里 最后九死一生 逃过劫南 1978年4月 唐吉赫德中屋出版 同年6月 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 邀请我参加国宴 邓小平惊讶到 唐吉赫德 是什么时候奔秘的 自私一言难尽 那时候我盲目 和西班牙皇室握手 无侠戏谈 只好达非所问 今年出版的 五一百岁感言 我今年一百岁 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 寿命是不由自主的 但我很清楚 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 而小天下 只赶着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 我心静如水 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 准备回家 在这乌玉横流的人世间 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 你存心做一个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 人家就利用你 欺无你 你稍有才得品貌 人家就嫉妒你 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 人家就切犯你 损害你 你要不于人争 就得于世无求 同时还要维持实力 准备斗争 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 就先得和他们周旋 排得准备 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 青年迷恋爱情 壮年积极乌 成名成家 暮年自安屋 自欺欺人 人寿机和 顽叠能练成的精金 能有多少 但不同程度的断剑 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 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 必击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 集中到某个人身上 得到爱情 未必拥有金钱 拥有金钱 未必得到快乐 得到快乐 未必拥有健康 拥有健康 未必一切都会如远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 才是脆尖心智 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无精神 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 是精神最无物质的胜利 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断剑 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 导得欲碎 魔得欲戏 相得欲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尽是内心的淡定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与他人毫无关系